九旬老人去世 留下五套房产 围绕一份协议 双方对捕公堂 白纸贴那鞋上 多贵我费 是不是他本人像样子 不赠亲人赠外人 难以理解的决定背后 透露着怎样的内情 已经把这个协议写信了 前因后果被查明 五套房产该归属于谁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宁赠外人 不赠亲人的五套房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开枪扫码 迎黄金花生 百分之百有奖 本节播由银鲁牛奶花生 特约播出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 它之所以引人关注 是因为一场官司 这场官司涉及到五套房的归属 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的3月18号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 其实这五套房 是个叫软煤的老人留下来的遗产 原告叫刘爱军62岁 跟软煤老人的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却在老人去世之后 把老人家的几个亲属都告到法院去了 他表示老人留下的那五套房产 都应该由他来继承 面对刘爱军的诉求 软煤老人的亲属们也很生气 你个外星人凭什么继承我们家老爷子的财产呢 还理直气壮的 把我们这些亲属都告了 这是不是显得也太没道理了 这也难怪老爷子的亲人会惊讶错恶 北京的五套房 就算这房子在郊区也价值不菲 刘爱军怎么能够说要就要 那凭什么呀 有时候啊 事有蹊跷必然事出有因 刘爱军作为原告 首先讲述了自个儿跟软煤之间所发生的事 刘爱军跟软煤是同村的邻居 2011年之前嘛 还是各国各的 但是2011年 81岁的软煤呢 突然找到了刘爱军 问他愿不愿意赡养自己 刘爱军表示听说了老爷子的请求 他也挺纳闷的 要知道刘爱军是个瓦匠 手艺嘛远近闻名 人也善良热心 所以他确实呢 帮软煤老爷子翻修过房子 也没收工钱 问题是刘爱军人再好 那也是别人家啊 是吧 老爷子就没有子女 没有家庭嘛 这就轮到另一个人来介绍 软老爷子的这个家庭情况了 这位呢叫软煤 他是软煤的远亲 软煤手持家谱告诉记者 他们软氏一族来到当地 已经是第八代了 软煤这一辈有六个兄弟姊妹 他排第五 由于家里穷 父母又走得早 所以年轻的时候讨不上媳妇 等后来生活改善了 那年龄也大了 就没有再考虑结婚生死的这个事 不过人年纪大了嘛 总是渴望亲情的 所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 软煤曾经领养过孩子 用过种种原因 也没成 你又走了 在这村还念过书呢 实在可惜 老爷子又一个人了 一来二去的 他也八十出头了 需要人照顾 老爷子曾经找过家族的后辈 想跟他们一块生活 但是呢 没成 不管是种种原因 咱们不去追究他 都不成 找到原来我们的老书记 我们老书记呢 考虑再三 看到刘爱军 他们两口子刺和 他的公共婆婆很优秀 不妨 你找他问问 看行不行 你看这软别上门 竟然还是村子书推荐来的 理由是刘爱军俩考得挺孝顺 也是好人 那刘爱军会逗何感想呢 刘爱军也清楚 世上哪来那么多 无缘无故的信任呢 阮老爷子之所以找到自个儿 那是因为他跟自家的老人是世交 这些年吧 两家人有来往也熟悉 刘爱军觉得 老人能在需要养老的时候 会找到自个儿 这是一份迷足珍贵的信任 想着家老家也没了 这都多离老家 这不还是个老家吗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更何况刘爱军呢 也刚刚送走自家的老人 也希望自己这个大家庭啊 还能有老人 所以在征得了家人的同意之后 他答应下来老人的要求 一开始呢 他们每天给阮萝送饭 他后来觉得不太方便 就搬去跟老人同住了 由于软围的这个宅基地面积大 但是房子比较破旧 刘爱军两口子和老人商量之后啊 还自掏腰包 不仅翻新了老人原来的屋子 还多建了十几间屋子 一来嘛是改善了居住环境 二来嘛也利用这个空间 多的一些屋子嘛 他们就租出去补贴家用 那时候也挺困难的 我们那会儿也 就我守着酒带点存款 我回来都给改房了嘛 叔叔就好 有钱买菜吃买肉吃 老爷子要生个病 我都能拿钱看去不吗 是那样 这就是这些年留下来的照片 软围坐在中间 刘爱军两口子 带着两个小孙子站在旁边 大家脸上笑容灿烂 谁看着都觉得 这就是四世同堂的一家人啊 可惜的是人终究无法对抗时间 2023年9月 软围老人感染上了肺炎 2023年10月7号 老人去世了 小年93岁 那他最后有说什么话吗 那天就说不出话来了 我说您实际活着啊 您得超过100去 这儿的 说行 完了这儿一走那天 我说您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您说活到过一百了 您怎么这么老就走了呀 回忆起当时那一幕 刘爱军的妻子 至今都眼圈发红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来年 早就把老爷子当成家人了 他们也像亲人该做的那样 给老人料理了后事 这确实是一段佳话 可是这场官司又是怎么回事呢 莫非刘爱军夫妇照顾了老人一场 就觉得他们应该能继承老人的遗产 还有这五套房又是什么来由啊 这时候刘爱军就更有话说了 他拿出了两份一赠所养协议 表示呢 这其实是自个儿跟老人之间的约定 老人早就说好了 要把财产一赠给自己 这事儿还有人证呢 这个人叫阮永 也是阮为的一个远亲 第一份遗赠协议 就是他只比起草的 找到我 说你得把这事儿给我做好了 说这个我的后半生 全靠人家这个两口子了 你一定把这个协议写信了 写规范了 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还真是这样 2011年10月25号 第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出炉了 协议约定 刘爱军呢 照顾阮为 负责老人的生养死葬 阮为 则把自个儿的房屋等财产 遗赠给刘爱军 协议里头还有这么一条 刘爱军要保证细心照顾 让老人安详晚年 这就是第一份遗赠协议的来历 那么第二份呢 为什么还要签第二份遗赠协议呢 老人的五套房又是怎么来的呀 这就要说到2017年发生的一件事了 原来当地赶上拆迁了 阮为和刘爱军他们的宅基地都要拆迁 那张充满温情的照片 其实就是他们离开老房子的时候拍的 拆迁肯定有不武偿啊 而阮为的宅基地面积比较大 等到2023年回签房建成了 他获得了五套房 据说那五套房子下来之后 老爷子主动找到刘爱军 说需要重新签份协议 因为之前那份协议写的是 继承宅基地 现在宅基地都没了 当然得改成回签房了 老爷子说这不用再给弄一份协议吧 到时候我百年以后 你哪找那房的 于是2023年3月31号 刘爱军和阮为又签了一份 新的遗赠抚养协议 没成想协议才刚签半年 老人就因病去世了 这就是两份协议的由来 按照刘爱军的回忆 不论是老协议还是新协议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他给老人养老 老人移赠财产 这么看来 刘爱军的理由似乎很充分 但是事件的后续发展 却超出了他的想象 刘爱军按照律师的建议来到法院 向阮为的继承人发起个诉讼 要求法院确认这五套房 由自己继承 法院这么一查才发现 其中的法律关系还真不简单 我们前面也说了 老人是没有配偶和子女的 父母也早亡 所以他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但是他有四个哥哥一个妹妹 这四个哥哥一个妹妹 也都是四世同堂的年纪了 这得有多少继承人呢 经过法院调查 阮为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走得早 未婚无子女 阮为的二哥结婚生子后来去世 二哥的三个儿子也走得比阮为早 还有两个女儿阮某林和阮某英 健在 除此之外 阮为的亲妹妹阮某秀也健在 所以如果没有这份协议 阮为的遗产应该由这三个人继承 法官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三名被告 他们这才知道阮为老人还留下了五套房 同时这五套房很可能要归外人了 你想想 对阮为的亲属来讲 这事得多让人惊讶多让人意外 他们会怎么看待刘爱军的诉求 怎么面对自己原本应该继承的这五套房 开庭这天阮某秀因为年纪太大了 由儿媳妇代为出庭 阮某林和阮某英出庭了 其中阮某林已经76了 再看刘爱军两口子也六多了 虽然原告和被告都是老人 但是谈到这个移赠协议谈到这五套房子 双方的火药味呢是越来越浓 原本温情的故事突然就变得剑拔弩张 他们究竟争了什么问题 这五套房到底归谁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开箱扫码迎黄金花生 百分之百有奖 本节目由银路精彩花生 特约播出 我们刚才说到在北京市郊 发生了这么一起官司 原告刘爱军夫妇手握移赠协议 说他们已经按照要求给软尾老人养老送中了 要求法院确认自己对于老人遗留下来的五套房产的继承权 然而软尾老人呢还有亲属 他们也成了这起案件的被告 经过调查 软尾老人的继承人分别是他的妹妹 以及他二哥的两个女儿 在庭室现场 他们首先对这份移赠协议提出了质疑 尤其是2023年这份 签协议的时候老人都93了 会不会是受到了什么诱导啊 刘爱军对此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放出了一段视频 他表示老人签协议的时候 他们全程录像了 现场还有律师见证 画面上这个白发老人就是软尾 很显然他的神志很清醒 在前的现场 律师还问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他是否自愿 是您的真实意愿吗 您说身体没事 就是腿不是特别利索 天好的话 我基本每天都出去下棋 这是我本人的意思 他们一家这么多年照顾我也不容易 今后还得依靠他们继续照顾我 我不会写字 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 我只能按手印 老人也提到了他不会写字 那他的签名是怎么签上去的啊 据说他为了表示郑重 第一次打起了笔 平常人签名很快 只需要几秒钟 但是软尾的这次签名 用了将近一分钟 而且在签字之前 软尾还让刘爱军 把名字打印出来了 他练习了好长时间呢 写一个小时 完了又照着那字 再往那上子签 老爷说我长这么大 我也没写过字 这段视频会给人 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郑重其事 心甘情愿 老人的举动 确实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 也难怪他的亲属 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算是刘爱军再对他好 那也是个外人呢 他怎么会从第一份协议 到第二份协议 都如此主动 一定要以防相赠呢 而且这一赠协议 还有个前提 就是刘爱军 真的进到了赡养义务 他是不是真的对老人好啊 听到这个问题 刘爱军也有些动容 他把记者带到家里 回忆起了诸多的生活细节 把药拿好了 该吃什么 把水倒好了 吃饭我的给盛好了 做饭 一天三分饭都是我做 真真吃什么呀 要说爱吃什么吃什么 就我就随便做 做点 反正他喜欢吃的 要说的 弄点排骨吃 我就买排骨去 挖了给炖 云表示 软眉老人前几年身体不破 就是有点哮喘 住院期间呢要人陪护 陪护也都是他们两口子轮流去 去世前三年老人呢行动不便 于是刘爱军给他准备了轮椅 推着他出去溜玩个下象棋 年开着老人的年龄越来越大 最后一两年里头 刘爱军基本上就跟老人睡一个屋了 方便贴身照料 他们还专门给老人买了 舞台带物化功能的家用制氧机 他有时候这一船上不来气 就就坐起来 那我买的是一个医用床 他一上不来气了 他就起了赶紧给摇起来 床头搁一个制氧机 厕所搁一个制氧机 完了出来之后 这个门口这搁一个 上哪儿反正哪儿待着 天天他得待着这几个地儿 哪地儿待着哪地儿就搁一个 确实太细致了 亲生子女不过如此吧 但是很多人不免问一句 刘爱军图什么呀 就图老人最开始签的那份遗政协议 法官也对这两份协议的签署背景 进行了调查 当地村委会表示 2011年签第一份协议的时候 确实是阮为主动自愿的 他们很多人都是见证者 这时候刘爱军他愿意 阮为也愿意 所以村里肯定是愿意促成这个事了 所以村里从头到尾知晓这个事 法官了解到签订第一份协议的时候 阮为手里的急需并不多 那五套房是拆迁之后才有的 那个时候是已经2023年了 双方在一起生活都十来年了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然愿意把这些财产给刘爱军 其实从侧面上反映出什么 刘爱军得到了他的认可 否则的话他完全可以反悔呀 老人对刘爱军的这个认可啊 已经十分明确了 这都是十年如一日的细枝照料 不分彼此带来的 那刘爱军呢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得不到什么物质上的回报 为什么要对老人这么好呢 刘爱军的答案依旧藏在一些视频当中 他当庭播放了一些自己用手机拍下的视频 这是老人教刘爱军孙子下棋 这是老人给小孩夹肉 这是刘爱军的孙子孙女给老人拜年 刘爱军说老人很疼孩子 孩子们和这太爷爷也很亲热 这俩小孩约一天不上他那屋跑 不跟他那儿闹会儿的 所以得把他闹烦了 我家那个小孙女就本这屋太爷 就这样摟着太爷那胳膊就这样 腻活腻活 就是亲一下了 太爷高兴的小眼笑得花似的 刘爱军已经直接让孙子孙女 呼老人太爷了 由于刘爱军每天晚上都会给老人洗脚 有一天小孙女也有样学样 也给老人洗脚呢 刘爱军图什么呀 可能就图这一刻吧 他喜欢这种老有所养 又有所乐的家庭氛围 良好的家分会滋养家里的每个人 也包括他们自己 在法庭上 众多的村里人也出庭作证了 到了这一步 刘爱军有没有尽到抚养责任 移政协议是否有效 似乎也就有答案了 但是阮为的亲属还是心里头有疙瘩 为什么老人死亡的时候 刘爱军没有通知他们呀 刘爱军表示 为什么没有通知你们 得问问你们自己呀 因为这十几年来 没见到你们什么人来看 忘过了老人呢 打我跟他第二年 我跟那儿不 我没想到来过人 其实吧 阮为的亲属也有这个原因 2011年之前 他们还是有联系的 阮为老人的这个妹妹 还跟阮为老人一块住过一段时间 从09年拆迁到11年 阮秀跟我爷爷 还在这个我叫五舅爷 还在五舅爷这生活居住 阮维2010年把大坝摔了 还是我爷爷给阮维签的坐上后的字 几名被告也承认 2011年之后他们之间走动确实少了 这是因为几位同辈的老人都八九十岁了 客观条件受限 确实不方便联系 远亲不如近邻 恐怕说的就是这情况了 幸运的是阮维老人遇到了好邻居 法官综合各种信息认为 刘爱军的照顾是尽心尽力的 除了物质上的照料 更重要的是 他让没有子女的阮维 在晚年能够被孙辈包围 从情感上也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身边有孩子 在旁边常欢喜下 逗得他开心 然后生活起居这种 有刘爱军 他们两口子能够适当的造影 我觉得对于一个老人而言 他还求什么呢 我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 他晚年还是挺幸福的 法院最终支持了刘爱军的诉求 认定这五套房屋的所有权益 应当由刘爱军继承 判决过后 原被告双方均没有上诉 我说您这好好活 这活100多多好啊 对 年后他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回报 也无愧于心 刘爱军的付出 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这也阐释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孝亲敬老这种美 本来就应该得到广泛的弘扬和传播 开箱撒码迎黄金花生 百分之百有奖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年的传递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订阅方式 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